娱乐现在不太好 手里的正在银两远远不够 灾民们蠢蠢欲动 朝廷又不问缘 又一味催促 现在她是腹背受敌 我们一家子 正在为她筹筹银两 四处奔走 堂货有我帮得上忙的地方 还请太太一定告诉我 我也可以帮忙筹款 姑娘误会了 眼下我们虽难了些 但是我们不会接受外人的恩惠 你既进不了我家门 又何必帮这个忙呢 太太误会了 不提我与玉罗的亲事 单凭她曾为家父申冤 这份恩情 就足以让我干脑涂地了 没想到姑娘如此重情重义 其实玉罗的赈灾款 孙家尚有能力筹集 只是眼下 我们遇到了一个麻烦 太太请说 少春定会为您解决燃眉之际 太太 太太 请您把那些人 从我那厂子里撤了吧 撤了吧 撤了吧 太太 他们逢人就赶 您不知道 我最近的归宫 何止三千七百两银子呀 太太 您家三爷的账 我们都不要了 不要了成马 您大人有大量 就饶了我们这回吧 饶了我们 饶了我们 这是三爷的线条 太太您收好 我儿子是个老实人 你们哄他赌钱 做局坑人 老天也饶不了你们 是 这回这事就这么算了 若有下回 就没那么好说话了 走吧 谢谢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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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那么好说话了 没想到太太竟然有如此高明的手段 可是真人不露相啊 哪里是我高明 高明者另有其人罢了 林姑娘 这回这事还得多谢你 我也没有什么可做报答的 只有请你们过府帮着料理 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多谢太太 也请太太替玉楼收下我的心意 不许多谢你 这是眼下我能筹集到的所有银子了 先救玉楼要紧 姑娘为何不趁此良机 要求我同意你和玉楼的婚事 我帮她从来不计回报 若以此要挟太太让我进门 连我自己都会瞧不起我自己 我如今牵挂她 也顾不上别的 请太太看见我的心 不必担心我令有所图 真是个好孩子 不过你放心 等玉楼回来 我一定说服老爷 同意你进门 多谢太太 此事咱们暂且先不易 我先告辞了 我先告辞了 我请安自来 你进门 你要做什么好吧 你必须要做什么 你必须要做什么 你需要做什么 你 pieces 这次若没少春 还不知道闹成什么样